我特别幸运看到了海龟奶奶 太难了 吓死了 她还吓唬一了 我眼神都干了 好奇怪 这环球呢是非常的洋葱古早 味道呢也非常的纯葱 撞撞 今天咱去哪 去小琉球 家人们今天我们要去小琉球啦 船的环境还挺好的 而且我们坐的是二楼 想要看更好的风景 后来我们两个发现一楼空间更大 而且对外窗也大 刚才说自己不晕船 现在呆若木鸡 她说都不敢往外看 一看到迷糊 我们上岸现在在找我们租的机车 民宿会带帮忙买票和租机车 出发去民宿了 刚找不着路 然后问一个姐姐 结果就是老板娘 往上解锁 然后往下就锁起来 冷气 里面已经有冷气了 从门后会有冷气口 那我们今天住的这个是 胶囊饭店 轻侣 就是 男女混住应该是 然后每个人一个胶囊间 撞着之前没住过 所以想带她来体验一下 我住过很久很久之前 是2016年和大家一起玩 我死去的记忆又回来了 好像那个时候就是在小琉球和小力苏打 还有一群人我们来这儿 然后晚上吃的是烧肉 所以刚刚我就想说 让老板娘推荐一下烧肉 她推荐给我们一间吃到饱 然后晚上我们回去吃看看 那现在我们两个要一起整理一下行李 然后就去骑机车还岛看海 yes 姐姐送给我们吃雪Q饼 店里有超多超多麻花给食 然后还是不抗口味的 梅子胡椒盐 她已经在开始规制她的小家了 把她的东西都放进去了 我在这儿吃麻花 我们两个出去要环岛的进程 让她影响了 这个帽子都戴不上 卡脑袋 这最大size 这可能就突出来了 我们环岛第一站 乌鬼洞 现在我们到了永安桥遗址 看到了一个姐姐在下面钓鱼 这个景色加这个钓鱼 这个位置真的又危险又浪漫 其实我们两个第一站是想去那个乌鬼洞的 然后后来走到门口发现原来要门票 后来就走掉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后面 超级漂亮的 我们两个呢 是我在前面骑车 因为他没有配那个手机支架 转转在后面导航 这都他导的就是参观景点 我们现在到哪了 转转 叫做孩子口 孩子口 好下一个景点 出发 出发 现在大家都在这边排队 拍这两块石头 这边拍拍照的人超多 我们现在到了后石海岸 这边 发言人你刚才说这边为什么叫后石海岸 因为别的地方是沙子 这边是石头 然后呢 很厚的石头 所以叫后石海岸 没毛病 应该是这个问题 撞上这个景点是啥 知道了 哈哈哈哈 这应该是后石渔澳站的 后石渔澳 我们现在要走很长一段这种低房路 然后去拍那个王美老木 人很多路不是很好找 大家可以导航那个电力服务中心 超厉害的螃蟹一动不动 正平风吹雨打 你看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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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点缀这个世界的人 这得超多人摆成海贵的形状 这个世界需要这么多热爱生活的人 我们还遇到了有人在静摊 遇到了一个超好心的小姐姐 愿意帮我和撞撞拍照 大波罗小海龟 我们现在在这个中澳沙滩 玩水的 饿了 但人比较少 我们现在已经快要环岛完成了 然后来到了庄长找到了这个花瓶石 这个景点 好漂亮 我们两个现在呢 是骑到了路中心的那一条主办路上 就是岛中心的主办路上 本来行的说找个参加 找个店家吃饭的 结果发现就是过了两点半之后 大多数店家都是休息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便利店 准备吃点东西 一会儿就去浮浅了 因为约了是三点半浮浅 再不吃饭来不及了 庄长刚刚想要带银眼 挣扎了一下 带不进去银眼也太难了 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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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了 幸好有带肚子 现在准备浮浅了 我给你勒起了 再放一片一块一大半 然后到时候就 把两个扣子帮我扣上来 好 好黑哦 看不见咱俩 我们来补起雅套 下踩地板了 OK 来帮我双手扣中间 好啊 靠近瓶子没关系 一样 我和庄庄刚刚浅浅的时候 特别幸运看到了海龟奶奶 就是很大很大只的海龟 然后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吃海藻 然后我就屏住呼吸都不敢动 然后那个海龟还会 就是往你的身边靠 因为他完全不怕人 壮壮壮壮壮说我在旁边 就完全不出声音 就全程连喘气都不喘 就他还会起来换一下就是水 我全程都憋着 就引着 你动不动的飘在水面上 教练特别好 他给我们拍了视频 给我们就是 录了很多海龟的那个影片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这个潜水教练 看一下这个海是绿的蓝的白的 嗯对这边有点危险 不要自己 他抓说一般说危险一般干啥呢 他以后就会陷到中午 快回快回来 我和庄人现在准备回去换一身衣服 然后吃烧烤去了 出发开心 这还拎了我们的万能塑料袋 塑料袋拎了好久了 庄晚上吃 烧烤BBQ 烤肉吃大饱 好 在这边骑车我发现这个全路程是没有红绿灯的 然后停车也发现大家大多数 车是不拔钥匙的 车钥匙直接就放在车上 比如我对面这辆车 就直接都 把钥匙放在车上 特别信任彼此 看这是什么鱼超大 到吃烧烤的地儿了 这个是民宿老板娘推荐的 嘉兴炭烤 429一个人 直接付给民宿老板娘就可以 饮料是付费的 然后这些就是随便拿 就是这样的炭火 纯炭火 这边大概有十几种蔬菜 细致里面包的什么不知道 但是这儿的蛤蜊看来蛮大的 然后大白虾 这是什么东西来着忘了 然后那是蛤蜊 不对 那个叫什么 生蚝 肉好像就是鸡胸肉为主 对 然后上面是鸡蒸鸡心 培根 香肠 这边是什么 鸡翅 甜不懒 有两只小猫 这边用餐时间是两个小时 我们定位定的是六点 所以可以吃到八点 然后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哦 那个肉它不是只有鸡肉 还有猪肉 有一个腌的猪肉 让我当成了鸡肉 所以是有鸡肉和猪肉 两种肉可以选择的 壮壮说锡纸包起来蛤蜊会烤得更快 还是壮的聪明 会生活呀 来吧 来吧家人们 这活挺猛 挺猛 大鱼鱼都烤开烤肥鸡的了 我们两个没什么动手的经验 发现每个人的桌上都有酱汁 然后我们现在来找烧烤酱汁 我们吃饭外面都能看到云 看到椰子树 大家记得多喷一些冯纹液 就是蚊子还蛮多的 但是这个氛围很好 已经成型了 颜色已经上来了 壮师傅烤的非常香 壮师傅还在继续烤他的烧烤 我已经开始尝了 这香肠还挺好吃的 这环旧呢是非常的洋葱葱 味道呢也非常的淳朴 就原汁原味自己选择 要不要添加精料 你也可以吃这纯原味的海鲜 香肠不错 我喜欢这 因为这儿有好多小浪民 这儿特别的悠闲 魷鱼头 家人们整口魷鱼头 你一口给糟了 你自己调的味如何 太辣了 有点辣是吗 新鲜吗吃着 新鲜吗吃着 嗯 还行挺嫩 挺嫩 不错 不错 nice 锡纸里面包的是这个青鱼 都垫了一层锡纸 因为第一轮我们就把它网烤的 雀黑雀黑雀黑的了 这是我们的第三轮了 蛤蜊烤成这样好肥美啊 我觉得生蚝没有这个蛤蜊好吃 推荐这个蛤蜊 现在地上有很多大蚂蚁 都是小猫吃的 我们的第四轮 小猫都陪着它吃饭 这边是我们的民宿 这边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杂货店 我带转转来看一下干妈典 就是很古早味的杂货店是什么样的 我也没见过其实 我带到外面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非常 古早的小零食 两年前吃过这个辣的芒果干就很好吃 想想就很难解释了 好奇怪 撞着表示不理解 我们两个现在要各回各家了 拜拜 拜拜 我在这儿再写一会儿东西就睡觉了 今天是我们骑车环岛的第二天 我们已经在小琉球环岛两天了 非常有成就感 第一次达成两天 不得一天环岛两次这个愿望 那现在我们是把没走的一些景点再来看一看 现在到了这个美人洞 发现好像要买票 撞着在这个站纠结 这就是传说中的美人洞 因为今天天特别特别晴 比昨天晴 所以还显得格外的蓝 再把票钱省吃饭吧 这个是我在Google上搜索的 说这是必吃的早餐店 红麻麻早餐店 琉球柜 葱油条冰湿包都没吃过 我们发现应该自己拿 对 拿了以后切 这不是有切的吗 这琉球柜这个都刚炸了 好谢谢 这些小豆腐现在炸了 好谢谢 这个好吃 葱油条 好谢谢 好谢谢 我们在切的琉球柜 OK 散一点点胡椒粉 香油 葱油条 好 这个是阿姨强烈推荐的肉圆 这个帮你加酱料 好 酱料都是140块 四样 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今天早上还想 我要不要5点来吃早饭 因为他家是5点开门 网络上说他家排队 有的时候要排半个小时以上 那可能我们来的是平日吧 不是旅游旺季 所以人没有特别多 没排队 去那阿姨她给我们推荐了一些 她觉得好吃的东西 小琉球的肉圆 小琉球的肉圆 是炸的脆脆的那种 然后阿姨又复炸了一遍 弄上汤就变成都软软的 她说说放到身上的笋子和肉 尝尝吧 尝尝 这个是什么 这很像肉 像鸡肉 这叫小琉球柜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但好吃 Q弹弹的 好吃 不Q弹 不Q吗这个 嗯一般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口感 反正是好吃 好吃面的 面的 不是那种特别软特别筋道的东西 但是外表真的很好看 尝尝酥脆的 炸的蘸的那个粉 很好吃 很好吃 嗯 特色吗人家这的 只有在小琉球可以吃到小琉球 可以吗 对小琉球葱油条 就有点像王子面的那个味道 嗯 然后它的那个 里面是实心的 不是我们传统吃的那种油条 超好吃的 有点像那个 四川火锅那个炸的小油条 它是超大号版本 你看 像不像 像 我就爱吃 海底刀里面那个小油条 就这个味 就是辣辣 嗯 这是阿姨强烈推荐的 但是我没太听懂 阿姨说了这个叫什么 尝一口 嗯 嗯 有肉吗 肉蛋饼 有肉 嗯 那好划算呀 其实饼里面夹着肉 让它火一团蛋 嗯 饼里面是大肚菜和肉还是纯肉 这是叶子 不知道什么叶子 九层塔吧 还是罗勒呀 还是怎么叫 吃不惯 还行 有点像那种 有种有一点点 炸鸡里面也放这个样 嗯 这好吃 好吃 嗯 都好吃 对小刘熊超多难以 蝎儿挺好吃的 都让我抠出来了 这是最后一口 吃吧 笋 是甜的 有的笋干是那种带臭味的 但这个笋一点怪味那么纯甜 甜脆 加上肉 把肉变得更鲜了 我喜欢这种笋 就对 千万不能看手机 今天浪大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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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事儿 没买了 走吧 从小琉球 然后坐船的那一刻起 回到新竹 我们大概用了三个半小时 对 还行 都很顺 一个接一个都赶上了下一个行程 那我们的短期 也不算短期 中长期旅行呢 就告一段落了 下一次旅行呢 是要和小杜一起 还有小杜的妈妈 我们一起去到绿岛 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行程 拜拜